玄天上帝骑白马绕镜祈福 一直是寿正宫历年来举办 玄天上帝民俗文化艺术节的重头戏 今年因为疫情解封 庙方特地召开记者会正式宣告 活动恢复办理 定3月11日 在寿正宫前广场鸣炮开箱 展开徒步绕镜祈福 今年疫情的解封 我们这次也是由南岛市公所 来主办 在我们国历三月11日 由我们南岛市的宣定公公庁 放去去那里 来徒步 来走到我们千八坑 第一站来到我们大厨大行共 第二站来到我们恰水的北天共 第三站就是我们的幕廟 千八坑宣定公来进行 这次也是同样的 过去同样 由我们第二公乘去白马 一步一步来救福 每年玄天上帝出巡的镇头及排场 都十分隆重且盛大 公主红明灯表示 今年的镇头更甚于往年 难得一见 十分热闹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这次的镇头是比较不一样的 是有我们冰冬 丹冬 我们的翁水 这是在丹冬的特色 再来有我们的鸭冬 鸭冬 再来就是我们的天旁 和白櫻 这个白櫻也是丹冬的特色 因为我们中部才比较高 为祈求消灾除疫 县议员洪明科表示 今年受到玄天上帝指示 特地制作平安饼 沿途发放保佑平安 活动主办单位 南投施工所主命曾茂荣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寻香祈福活动 这次代表施工所 邀请我们南投市的民众 对这一次的112年 玄天上帝艺术文化节的 绕境活动 欢迎大家来共襄盛举 咸光边是我们帝国来支持 进行两天前 放到帝国的民情来加持 要让你12日那天 沿路发放 让我们所有的楼下地主 来吃去平安 希望大家12日 小周来看老人 驾老人 疫情解封后 南投悬天上帝民族文化艺术节 今年终于恢复办理 县议院洪明科 欢迎各界善男性女 3月11日 其节受证供 参加此次的 徒步寻香活动 祈求国台民安 疫情远去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